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珍珠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新的期的 这就是俄罗斯 我们会向您 燃现俄罗斯的分土人情 讲述俄罗斯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长年于 书以下的城市的回归 今天我们将 去玩位于 俄罗斯拉夫尔几区 雷并四颗水库南部的 沫洛家市 哪里被淹没的 小镇部分付出水面 我们将看到 消失于水 下世界70年的城市 有哪些建筑得以保存 几方之专家 俄罗斯会凭借 记忆带我们 寻找这座游灵 支撑曾经的主要街道和教堂 曾经居住在被淹没的城镇 居民会发生在 沫洛家的北九 由于沫洛家城在1941到197年 建设雷并四颗水库是淹没 15万救命被破迁移 这一切都是为了建设 树立房间站 现在这里没有了城市 没有了村庄 也没有教堂 沫洛家城的村庄 和洛家城的村庄 曹洛家城的村庄 在干旱的南方,水壳会带凉泄水,球机石没落架式会浮出水面。 这样的现象90年才发生一次,从旧离莫斯科一辈,300公里的5个离器可以到达这座水下城市。 我们的设置组一致在等待类离莫斯科水壳的水位降级1-5-2米,工夫部分有形成。 我们终于等到了当的既防治专家叶罗新,打给我们的减化水壳水位下降,城市再次在水面出现。 叶罗新带我们去玩水库的南部,这里可以看到有领植圈的一小部分。 今天的天气条件不错,有点太阳没有大风。 因为每个秋天这里刮大风,如果波浪达到2米,将对小型船只造成危险。 水库水位降低将近2米,沐浪加湿的部分废墟浮出水面。 这些城市区域和沐浪加湿的部分废墟浮出水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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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